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以路月的启示的第八集 什么拦住你领受神的祝福 从以路月到提斯利月十日赎罪日 就是九月十六日 这四十天是悔改更新转化的季节 是王来到民间与王相会的 蒙怜悯恩宠的时期 也是为迎接犹太新年做预备 和重新设定目标的关键世界 在圣经中四十代表过度转化更新的一个过程 一个新的开始 从一个阶段提升到另一个阶段 在以路月的启示的前几集分享了以路月最重要的三件事 悔改 祷告和奉行 今天他们要从两个故事来分享 拦住你领受神的祝福的原因 和如何在祷告中寻求回转得着突破 犹太拉比分享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拥有一匹老马 他就靠着这匹老马运输货物养家 他每年都请拉比为他祝福祷告 拉比也非常高兴为他的生意祝福 这个人第二年又来请拉比为他祝福 他告诉拉比他的生意没有什么改变 拉比为他祝福后 他充满希望的走了 这个人第三年又来了 这次他非常沮丧 他告诉拉比他的马死了 照样拉比为他祝福后 他心中虽然忧伤 但还是充满盼望 又过了一年 这个人高高兴兴来见拉比 他兴奋的告诉拉比 他去年为他的祝福成就了 他的生意大受祝福和扩展 他成功拓展了多种新的生意 但他非常纳闷 拉比上两次的祝福 为什么都没有成就呢 拉比笑着回答说 因为你的马死了 前两年你的眼睛完全定睛在你的那只老马 你看不到其他的机会 所以你的生意只能被限制在这只老马上 但去年你的老马死了 你的眼光不再定睛在他身上 你不再被限制 你开始拥抱其他的机会 因此你就进入祝福的循环 从这个故事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当我们在这四十天悔改 回转向神清新祷告时 当安静的求问神 你生命中有什么拦住你得着神的祝福 有什么隐而未现的部分 使你的生命一直难以突破 你定睛在神还是在你的恩慈才干 你所拥有的经验 你所拥有的产业呢 在《猎王记》下四章记载的另外一个故事 一个寡妇来哀求先知伊丽莎 她丈夫死了 现在债主来要带走她的两个儿子 李债 伊丽莎问她 你家里有什么 寡妇回答说 除了一点油 什么也没有了 于是伊丽莎指示她 去向灵舍多多的借空气敏 然后回到家 把门关上将你仅有的一点油 倒入器敏中 寡妇和她的儿子照先知的指示 借来许多器敏 回家关上门 将油倒入器敏 她将她仅有的一点油 凭着信心倒入借来的器敏 也愿由就神迹般的 一个接一个 一直不断的倒入借来的器敏 当她对儿子说 再拿一个器敏来时 她儿子回答 再没有器敏了 就在这个时候 油就戛燃而至 不再有油出来 从这个故事得着什么样的启示呢 但儿子说 再没有器敏了 就是她在用语言宣告 她无法再承载祝福 神的祝福也就停止了 在这四十天的悔改 更新转化时期 当向神寻求怜悯 我们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意念 常常不能被神圆了 我们常常口中 向我们的环境 宣告负面的结果 和我们的不可能 没有信心领受 在神凡事都有 愿神祝福您在这四十天 更新转化时期 圣灵亲自带领你 省察你内心深处 一切拦住你 进入神祝福循环的 心思意念和人事物 愿神祝福你 心中的老马死了 一开始从固有的限制中 释放出来 进入突破的圣 更新拓展 愿神祝福你领受 你的话语带着大能 可以改变你周围的环境 可以向你的身体 宣告神的医治释放 可以向你的家人 宣告和睦健康 安息昌盛 可以向你的孩子 宣告智慧启示 属灵的分辨 刚强壮胆 行走在神的道路上 愿神祝福你在这四十天 生命得着反转 挪去一切的拦住 拥有全然更新的生命 进入犹太新年 5782年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